你好 欢迎收看3月6号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3月植树月台东县政府和台东领馆处 以森纯指导为主题 在森林公园联合举办了植树护树的活动 由专业技师说明示范植栽技术 并且邀请学童在保安林种下110株的原生苗木 副县长王智慧也表示 期待透过绿美化风景环境 可以吸引民众游客到访台东 植带把它拆掉 植带拆掉之后就可以让它的一个土球露出 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做一个附土的动作 林屋局专业技士从修枝刻土到施肥 逐一解说示范 教导民众直在技术和相关的环境教育理念宣导 紧接着上场的大小朋友们迫不及待动手植树 为环境绿美化尽一份心力 这个树可以完成阳气 希望让森林公园里面 每一棵我们所种下去的树 都会成为吸引大家未来来的一个主要目的 3月是植树月 台东县政府与林务局台东林区管理处 6号上午在台东森林公园 合办植户树活动 以森城之道为主题 带领民众种植110株树木 包含服务无患子毛氏等台湾原生种 作为保安林防止风沙及风景绿化之用 这都是我们目前适合在我们这样的保安林环境适合的一个树种 那接下来我们在3月底之前 会在台东整个区域 我们会有7场的一个树苗赠送的活动 今年植树活动在严守防疫的准则下 竹场地和活动规模略为缩减并取消了市集摊位 参与活动采食联制线上登记后入场 要让民众在安心安全的环境下 齐心守护自然生态 据莎莎会台东市报道 好好长大